烟台多地苹果严重滞销 冷酷爆满 果树被砍 这砍了多少颗 砍了呢有200多颗 农民风产却难丰收 农产品滞销幻影圈 出路何在 东西换哪 换一件红的品牌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护生股市今天仍然没有出现的反抗 报告显示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测 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荣经牌的问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雨飞 来自春耕一线的报道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 农业说古雨前后 种瓜点凍 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环境发生了变化 一些农产品过剩 导致库存积压和价格下行 让许多农民面对今年的春耕时 有些茫然了 不知道到底是该种瓜呢 还是该点凍 种植苹果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最近有来自烟台和微海的果农就反映 2015年苹果丰收之后 不仅是价格一路下跌 还导致了大量的苹果滞销 有的人呢 甚至要狠心的把果树给砍了 对于农民来说 这可真是一件大事 今年的春耕他们到底会如何选择呢 我们先到烟台苹果的生产地 七霞市去看一看 记者见到谢远涛的时候 他刚刚在自家地里种上葡萄苗 而去年这块土地上 还是生长了二十多年的苹果树 去年冬天 纪元涛一口气 把这里的苹果树全部砍掉 重新翻更了土地 十几天前 才刚刚栽种上小苹果树 由于这些小苹果树 四五年之后才能挂过 为了增加收入 谢远涛在小苹果树中间 又栽种了八百多颗新式葡萄 在谢远涛的苹果树地底头 还堆放着去年挖出来的苹果树树根 记者看到 这些苹果树树根根系发达 树干直径大都在二十厘米以上 谢远涛也心疼这些长了二三十年的苹果树 他是看着这些苹果树 从小树苗一点点长大 每年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养护他们 而且这些苹果树 大都还在胜过期 苹果产量也不低 但是去年的苹果价格 让他不得不狠心砍了数 实际上是好果吗 八令的果 八令以上的果吗 买一块 一块左右钱吧 八令一下的还买不上一块钱 你就现在买这个价 老百姓就是配钱 就是一块两三毛钱 老百姓就是配钱 好的一块两三毛钱 甚至还有 买不上一块两三毛钱的 从那个边儿到那个沙地 还完全换两项树 来六亩做鸡 看了两亩多 西元涛还剩下六亩左右的苹果树 这些苹果树也是二十多年的老苹果树 记者看到苹果树上已经结满花枯的 按照果树的科学管理方法 这个时候应该给这些苹果树树树花 也就是把多余的花掐掉 然后把养分集中到留下的苹果花上 但是现在苹果卖不上价 他也不想投入更多精力和资金 能树多少树多少 开了就开了 没办法 咕咕咕咕咕咕咕不起 要好吗 就是像科学来讲 就是像 克里了 留花留果 老百姓办不到这一点 去年是谢远涛在苹果树上 投入最大的一年 因为平时都是谢远涛和妻子两人 打理苹果园 一年到头根本忙不过来 去年为了节省人工 谢远涛和其他村民 合着打了一口深井 还投资四千多元 在这片苹果园埋设了微型喷罐 他在这碰了鸡 他可以干掉别的 也可以干掉别的 兔子大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我这次看这个地方 没有机甲投这个的 投资太大了 那么咱都是白弄太多 白弄输太多 没有办法 投资大 硬还少取一点力 谢远涛告诉记者 其实在整个苹果园的投入中 喷罐并不算大的 投入最大的 是每年给果树湿的有机肥 喷上的农药 以及苹果套袋的费用 去年谢远涛购买的 有机肥和农药 就超过两万元 苹果套袋的费用 也接近两万元 去年投资大了 去年就是 我一笔一笔投资 大投资 小投资 我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一个投资 去年整件的投资 就得五万左右块钱 2015年 谢远涛的巴姆多苹果树 一共收获了六万多斤苹果 如果刨去一年的投入 再扣除美金两毛多钱的冷藏费用 谢远涛觉得能够收回自己的成本 就算不错了 功夫打在里边 他不配钱 不从家打钱还好一点 就是恐怕还要打钱 他偷了五万左右 要是说能够五万时间 咱是吃瓶了 就是说两个印 就是辛辛苦苦背干了一年 一点消息没有了 看着这些含苞欲放的花孤短 谢远涛的心情却异常复杂 根据目前苹果树开花的情况 谢远涛觉得 2016年还会是一个丰收年 但是他又害怕苹果丰收之后 价格还像现在一样 卖不上价 辛辛苦苦又白忙活一年 如果是今年苹果行情还不好 我准备就是 这次的地 我再准备还发在一半 因为没有消息 只有投资没有授予 老百姓也赔不起 你像去年苹果不及钱吧 去年秋天 你看这些事 这一片缺是果园 缺是一切的果园 全部发掉了 全部发掉了 夏冬天晚上全部发掉了 发掉他们栽的葡萄 在谢远涛刚刚种下新品种小苗的时候 西夏市下雨高村村民里 滑稀的新品种树苗 已经生长了一年 现在已经有一米多高 树干也要粗壮得多 这段时间正是给小树苗施肥浇水的有利时机 现在就是未失 未生失以后浇水 浇二水以后在浮生木 浮生木而包上 现在就是依这个工作位置 李华鞋告诉记者 小树苗生长阶段 最大的投入就是有机肥 包括化肥农药在内的投入 平均一亩地就要超过1500块钱 尽管今年的苹果卖不上价 但是李华鞋在地里的投入却没有减少 在小苹果树之间 李华鞋种了一些黄瓜和西葫芦 这些小苹果树挂过还得三年时间 为了能够赚取一点收入 他准备在小树中间种一些经济作物 这个再生水以后不能动这个高点作物 就是蒙一趟花生 地下呢 水有一个这个投资材吧 你要不就地下 要是你开电视上报这个国外 你就就是覆草 咱们这就是水雨不行 在这个地下 一目的水有一个七八八八 就是投入这个位置就够了 怎么一个库能蒙两趟花生 记者发现在李华鞋的苹果地里 还有一行更小的苹果苗 李华鞋告诉记者 这些小苹果苗是今年刚栽种的 之前也是生长了二十多年的老苹果树 去年苹果价格下跌之后 李华鞋一下子把它们全砍了 它一个苹果价格不行 再一个准备吧 品种也不行 就发了 为啥呢 它卖不上价 卖不上价 去年 早上苹果就是能卖一块三十毛钱 一斤 就不愿 带这个苹果 卖不上价钱 以后 一大价就开掉了 老苹果树砍发之后 李华鞋挖掘机 对土地进行了深挖 纪念开春之后 栽种上了新品种苹果苗 记者发现 跟过去的老苹果树相比 现在的苹果苗坚决要大得多 种植密度明显要小于老的苹果树 原来是三十三棵吧 现在剩十四棵 原来它是两棵 就跟那边一样的 对对对 就和那个一样 现在就是因果操作吧 你干透的什么 这个这个都快想 虽于十字眼吧 广州 痛足 苹果这样的 死个毒啊 亮度对好 好事儿背花也 李华锡告诉记者 地头剩下的十几棵老苹果树 也打算今年砍掉 记者在下雨沟村看到 有不少砍掉苹果树的土地 有些土地还空着 没有中任何作物 有的已经栽种上新的小树苗 一些村民认为 现在苹果价格比较低 反正也卖不上钱 还不如赶快把老树罚了 换上新品种 这什么时候发的 今年春天 发了那于 一个月吧 嗯 那他这还种过树吗 不种过树 这两年不种 嗯 这个可能他今年不是 一百种的花树的 几率大 我们老品种 一大舍都发 嗯 呃 有些吧 发了以后就是 养鸡 我们这叫养鸡 养一年到两年 这事 个比较的话 就是发完了以后 至少再上 直接就再上 嗯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砍树的现象并不普遍 而且即使是砍完了老的苹果树 也大多呢 是换上了新品种 因为当地山区的土壤 更适合种植苹果 而且种苹果的收益 也要大于种粮食的收入 那么今年苹果价格走低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果农们存在冷酷的苹果 又会面对什么样的价格困境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记者跟随信元涛 来到村子附近的一家 果树保鲜公司 他家去年收获的苹果 都存放在这家公司的冷酷里 苹果的销售 也由冷酷来负责 既然涛既没有收购苹果的客户 也没有时间 现在正是地里最忙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收买苹果 这里的果农 大都委托冷酷小售 一旦有客户看上了自家苹果 冷酷老板就会给果农打电话 卖与不卖 由果农做决定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苹果 卖不上价 谢远涛既感到心痛 又非常无奈 但是苹果的价格 不是他能够左右的 现在谢远涛在冷酷存放的苹果 还有一万多斤 尽管目前的市场价格很低 甚至要赔本出售 但他还是希望 能够尽快把剩下的苹果卖掉 果能不赚钱 那么购买他们苹果的水果批发商呢 记者在冷酷 碰到了一位来自山东林医的批发商 他在这里购买的苹果价格 是每金一块两毛二 拉回去批发的价格 在一块四五 抛去人工和运费成本 每金苹果挣到的利润 还不到两毛钱 这还不包括里面或多或少的残次果 红样来自黎毅的另一位客户 购买了另一家果农的五桶苹果 购买的价格更低 是每金九毛五分钱 但他同样觉得 今年的苹果生意不赚钱 能卖一块二十八吧 也是不赚钱 今年不好干 赚一毛钱 做了二十年 二十四年的水果生意了 今年是最难干的一年 我这一车货拿一万四千金 能赚一千五百块 那最好 工钱又贵 什么也不好干 在冷酷老板办公室 我们碰到了一位准备购买苹果的客商 他看上了一家果农的苹果 给出的价格是已经一块四 但是果农药的价格是已经一块六 中间相差了两毛钱 而且双方谁都不愿意让步 在西夏市全员农业公司 西夏市汉桥村村支部书记刘守新 带着记者进入存放苹果的冷库 这里一共二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冷库 刘守新租用了其中的十二个冷库 用来存放自己合作社八百户果农的苹果 这一头呢 就是在六百五十斤左右 每一点的就七百斤 前一点就是六百多一点 去年你整个 整个过去呢 负车是五千多地吧 刘守新带领的合作社果农 主要来自周边的村庄 由于每个村庄的苹果质量品质不同 所以存放的时候 也是按照村庄的名字 集中存放 六家刺 五三刺 这个库房就是他们放的 火萝卜先放的 这个 这个火基本上都没完了 没有了 你进来看一下这个库房 进来看一下 这个库房大 它能防疫其内火 这个库房 嗯 火基本上 没了 三个 四根三 全没留了 现在就行 行四根一了 这个火 嗯 记者在这里看到 冷库里存放的苹果 已经不多 目前刘守新 合作社果农的苹果 已经销售了 百分之七十多 剩下不到 百分之三十的苹果 也要在五一前卖完 刘守新告诉记者 尽管目前价格比较低 但他们还是给果农建议 只要客户看出了自己的苹果 就尽量能够把苹果卖出去 它在五一一千 这个火 这个主要思想 过了五一 这个思想肯定不行了 其他的水管 天瓜石管 它修影像 一个头马上 给刘一 一个头上市了 这个冲击特别大 就是这个火 你抓点四根 又赶快没 你不没这样 以后恐怕 这个农民这个水下 那个样子 在冷酷的操作车间 记者碰到了 往上海发货的周建磊 在上海 周建磊有自己的水果批发档口 每天他在这里组织货源 进行加工后发过去 他告诉记者 之前苹果销售不好的时候 每天发往上海的苹果 只有150框左右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发货量有了明显增加 就这一段时间 我走的 这个二十天 我平均能走到 三百四五十块 正常平均下来 从过年到现在 也就是两百来港 一上三十分之 一上三十四五之宝 为了能够尽快走货 周建磊的批发价格也很低 这样一框苹果 从七小运到上海 跑去包装 人工和运费 也就是挣个四五块钱 这家的九毛钱您收的 加上运费八毛 这就是一块七 我也就是卖到一块九左右 卖利益很少 因为现在就一毛拿钱 能能能能看个一毛四五 就马上就放掉了 你要是说看个 想看个两三毛钱 一天你更卖不动 一天来一百块你也拉不动 记者采访发现 目前的苹果价格 不仅是果农不赚钱 去年苹果一下数 就从果农收力收购 苹果的果商 亏得更惨 在一家冷酷的分检车间 一位水果商 正在分检包装 去年从果农收购的苹果 这样的苹果 已经要亏一块多钱 这些分检出来的惨次果 收购商还要再挑选一遍 那些碰上刮伤 很容易腐烂的放在一起 稍微好一些的放在一起 那么苹果今年的价格 为什么这么低呢 在西夏市一家冷酷 记者见到了正在调研 苹果库存情况的 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 他告诉记者 造成苹果价格过低的 主要原因是供大于求 近年的产量 苹果的产量 比网腔链增加了20%左右 我们烟台地区的苹果 面积是272万亩 网腔链的产量是430万灯 近年是就与我们从库鲁 统计的时候是530万灯 这个产量增加 是这个思想供应 这个价格下滑了 一个原因之一 江中武认为 影响苹果价格的第二个原因 是国外进口水果的冲击 特别是国外的反季节水果 正好和苹果上市事件冲突 第三个原因则是 去年很多果农 在苹果下树的时候吸收 把大量苹果存放在冷库 其下是有大大小小冷库 700多家 去年苹果丰收之后 几乎每个冷库都是爆满 往常年的苹果的压格 都是居高不下 有些果农呢 因为是后期能赚点钱 所以把这个苹果呢 就放到库里边去 因为今年是苹果 就是果农 自己自藏苹果最多的一年 造成了这个我们的三月份 四月份的苹果的压格 有些下滑 很明显 供大于求 这是造成苹果价格过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苹果比较容易保存 过去呢 一直是冬季的主要水果 但是现在 一年四季都会有新鲜的水果上市供应 就大大的挤压了苹果的空间 另外 我国苹果的产量也是连续多年增长 像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等地 都在大力的发展苹果产业 这就给曾经的苹果之都 七侠带来了冲击 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 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 在一见冰的冷酷 记者见到了果农林少光 他正在这里往拖拉机上装苹果 这些装好箱的苹果 准备拉到快递公司发货 为了能够早点把苹果发出去 除了让冷酷帮着联系客户 林少光自己也通过快递销售一些 林少光不会上网 是他的妻弟在网上帮他售买苹果 每次都是他的妻弟 给他发来地址 然后他按照发来的地址 把快递发出去 林少光网上售买的苹果价格要高一些 这样实际的一箱苹果 销售价格在45元到50元之间 扣除快递费用之后 还能交二三十元 在快递公司 有很多钱来发苹果的果农 有些还是第一次通过网上售买苹果 尽管网上销售的苹果价格高一些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计算自己的人工和时间成本 发一次快递 几乎要花掉他们一天时间 家住杨楚镇下雨沟村的李华锡 今年清明节假期期间 儿子从外地回来 在网上开了一个微商 通过朋友圈销售家里的苹果 李华锡告诉记者 因为网上销量不大 他一般都是积攒三四天 才到镇上发一次快递 如果发的货太少 根本不值当单独跑一趟 尽管当地村民也在通过电商 朋友圈销售苹果 但是销售的数量 远远无法解决苹果的库存问题 果农们还是指望着冷库 一下子销售出去 如何消化更多的苹果库存 当地政府和一些企业 也在探索苹果的深加工 早在两年前 江严犬的公司 就开发了苹果的深加工产品 苹果脆片 这些深加工产品 每年能够消化苹果库存八千多吨 而且利润也比新果高 我们这样的这个 包括这个深加工以后 那么它比这个 应该在这个十斤苹果 才一斤苹果脆片 那么我们这个价位 卖在这个 就是十二万或一斤吧 你像这个国内的市场 我们就是一级算过吧 可能能涨到这个两毛 就是这个 百分之十吧 百分之十的利润 那一国你搞到这个深加工以后 那它的利润点 能达到这个百分之三十多 江严犬告诉记者 他们收购的苹果 经过分检之后 一些表光颜色 达不到一二级的三级果 口感和糖分 并不比一二级苹果差 那么通过深加工 将果皮和果盒去掉 然后进行切片烘干 口感和营养 基本能够保留 酸果的市场不稳定 可能哪一天价格高了 哪一天价格低了 那么我们这个加工呢 苹果这个产品 通过加工以后 那么它这个市场价格 是比较稳定的 目前江严犬的公司 和七峡市政府合作 建成了山东七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目前办公场地和设备 已经到位 一千多平宜的检测中心 今年五一之后 就可以投入使用 另外他们还将研发 更多的苹果增加工产品 包括苹果粉 酵素 苹果面膜等 这样就可以消化更多的苹果 这个苹果就是这个 确实是个宝 那么就是我们看看 就是怎么样的 把它这个 把它挖个边下来 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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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做的这个 这个更加这个 这个采盐也把它拿成 江严犬告诉记者 要想提升苹果的价值 还是要提高苹果的品质 好果自然能够 卖出好价钱 目前他们公司 出口国外的苹果 利润就比在国内市场 销售要高不少 特别是他们出口 到加拿大的苹果 利润更高 这样的苹果 就是80的位置 你看这种苹果 我们现在的一亿管 卖到就是五块多钱 卖到国外客户五块多钱 那这个国 我们当时输入的 费盐就三块五米 国外的有些客户 他就是这种高大市场 你看有些质量达不到的 你就败给他 他也不要 再加个费底他不要 他就要这个质量比较好的 在江严犬看来 目前当地果农的苹果树 大多是老品种 苹果的品质 无法改善新品种 另外 果农在冷酷存放的苹果 没有严格分级别存放 都是造成果农的苹果 卖不上价的因素 这个观点 也得到了 烟台苹果协会会长 江中吴的认可 目前他们协会 也在利用目前的时机 无力果农 更换新品种 提升苹果品质 这个我们也会 把我们的政府部门 也提倡老百姓 抓住这个有力机会 把这个进行 革新换代 用好的品种 那么现在有一游 一游的果园 品种还不错 过于米级的 要打开广路 这个进行 获利米级再配 这个 将地老的成本 生产有机苹果 江中吴告诉记者 通过这些天 对大量库存的走访 现在大部分的 冷酷苹果 已经销售过半 而且苹果的出库价格 也有所回升 这个大约 现在我们 6%的苹果 都 都销售去了 还有4% 农产品质销的现象 并不少见 同样 高品质的农产业 受到市场追捧 也是经常能够看到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市场需求 与供给出现了较大差异 有些苹果卖不出去 除了国品品质 不佳的原因之外 缺少营销 对市场行情 把握不准 也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之间 出现了断链与错位 农业部副部长 屈东玉 日前就表示 用新理念引领 推动农业供给侧的 结构性改革 全面提升 我国农业竞争力 重点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无效和低端供给 被淘汰 对于产业升级 要经历的阵痛 地方政府部门 一方面是要解决 眼前的问题 引导农民适时市价销售 避免那些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差的 农户和小经营者的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 更应该着眼长远 从滞销卖难中 认真的吸取教训 及时做出调整 加快升级步伐 用好的产品去占领市场 提升收益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